国道4号接3号的杂道口 发生了这起离奇的翻车意外 这是一辆水泥义影车 疑似过弯速度太快了 先是擦撞了护栏 然后飞出了护栏 翻落大约10层楼高的桥下 车体肢解变形 驾驶松衣急救宣告不知 就像拧毛巾一样 40吨重的水泥义影车 成了一团大型废铁 上面沾满一层水泥 车头被压扁 车体严重肢解变形 零件飞散四处 脱掉业者忙着收拾上后 费了九牛二骨之力 才吊起后重轮胎 这辆水泥义影车 原本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疑似驾驶过弯速度太快 失控擦撞护栏十几公尺 接着居然离奇飞过护栏 翻落约10层楼高的桥下 大概应该是车速过快 所以才导致它从那个杂道 中间翻下那个系统交流道的桥下 这边 29岁的黄姓驾驶被送医急救 酒侧只为离 但伤势太过严重 宣告不治 警方正在厘清车祸发生的真正原因 记者朱显明台中报道 葱姓驾驶